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是丽 今天呢 我跟盖瑞两个人要整个大火为艺术献身 我们要把盖瑞变成一位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王后之一 不但如此 我们还要出门去与人互动 前两天我们已经搭建好了线下的这个场地 我会把盖瑞画成像油画里的人物 然后假装是油画 看有没有人会发现与我们互动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奖品给参与互动的路人们 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做了这个人物 叫做安妮柏林 她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王后之一 亨利八世与这位王后的爱情故事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历史 同时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 伊丽莎白在位的时候被称为黄金时代 涌现出了非常多的著名人物 包括熟能详的莎士比亚 在做这个装面的时候呢 不是说百分之百彻底的还原油画画像的造型 因为盖瑞是男性嘛 整个造型上根据盖瑞的五官啊 调整了一下 就像是拍一个电视剧一样 尽可能找到这位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 改变英国历史的王后的影子 那么我们先试了一下假发 然后试完假发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上妆 那今天的妆面讲究的是清透和自然 造那种像油画少女一样那种精致的奶油肌的那种效果 今天用的妆前呢 是Planner的水润妆前 上完妆前之后 在妆前吸收的过程当中 我把盖瑞的眉毛修得细和整齐一点 然后接下来是上底妆 今天用到的是Planner和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联名的干皮二代粉底液 那去年我第一次用他们家的粉底液 前是这种挤出来的 那现在呢 是这种按压式的这种泵头 我的上妆习惯呢 是先挤一些在手背上面 然后呢 用点涂的方式涂在我需要上妆的位置 再用美妆蛋铺开粉底液 大家可以看到上完一半这个粉底液的遮瑕力度啊 还有光泽感啊 还有滋润度啊 都非常明显了 那因为上粉底前呢 我们还用了水润妆前 现在就是一个双倍滋润的效果 让粉底更加的服贴 特别适合现在秋冬季节啊来使用 那感兴趣的话呢 推荐大家在入手的时候 可以考虑把这对CP一起领回家 在那个时期的英国呢 它是以白为美啊 非常白 所以我选择了最白的色号 上完粉底之后呢 就是定妆 定妆之后修容 修容这里呢 我更加强调的是它整一个圆滑的过度 眼妆上面啊 主要是有一点点小粉嫩的 那个时候的眼妆不是特别的重 看起来还是要讲究比较自然 然后腮红的位置呢 我比较大范围的上在了它 颜骨靠前一些的位置 然后口红用到的是一个那种南瓜色的口红 特重的去描绘了它上唇和下唇唇中的那个形状 然后让两边稍微的晕染开一点 然后最后在眼尾的位置 上上一点点灰调子的一个粉色 来上个定妆喷雾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美女 你忘记了你的耳朵 今天刚好是周五 我们现在去的话 刚好赶上它人会慢慢变多的时候 看有多少人会跟我们互动吧 做这样的行为艺术呢 参与感会比较让人担忧 因为大家会觉得 艺术本身是非常遥远的一个东西 我的理念就是 艺术它本身是源于生活的 作为创作者 融合他自己的情绪色彩 来最终变成一个艺术作品 剩下的东西不太方便 直接把戴瑞全副武装 到了那个场地之后 现场再把一个造型彻底的做完 I cannot laugh 你不要笑太一点 你不可以笑 你不可以笑 你们觉得不漂亮吗 漂亮 漂亮吗 那好的呢 那在去到那边的路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服装上面呢 还是老样子 它的整体的头上的头饰啊 还有衣服啊 都是我们自己自制的 在还原的同时 有我们也要考虑啊 整个出行外拍 它的空间相对而言比较有限 要在后面藏人 原本的计划呢 是将整个下面下围的大裙摆全部做好 衣服上的这些小的装饰啊 首饰啊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买了灰色的珍珠和白色的珍珠 标志性的那个上面有个字母B的那个项链 也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现场 对啊 这是个人啊 对啊 刚开始是因为 以为是无话了吧 对 我爱你 谢谢 就是自然性認识的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 待会可以跟我们真人的油画画像进行互动 可以拍照可以随便跟他一块玩 那今天我们做这个活动里面就是 我一直在做集体艺术嘛 其实就是群体的一个行为艺术 通常情况下大家说到行为艺术的时候 你不要动一只画 通常情况下大家说到油画呀 艺术作品啊 就觉得它是放在那个画廊里面 博物馆里面的 就感觉很有距离感 它把他的感情和表达给做出来 它可能通过拍摄 可能通过自己的画笔 它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来记录它对这个生活 对这个世界的一些想法 如果这个让这个画动起来 可以跟大家互动 是不是可以更能够拉近艺术作品 艺术品和生活的一些距离 然后这边我们准备了 大家这个planet跟英国国家 肖像博物馆准备的这个小礼盒 大家可以过来跟跟我们真人画 布个洞 也可以走到画里面去 我们可以帮你拍照 你要玩吗 我先去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进去 我进去吧 我们没想到 闹口 好矮啊 不放开 帮你拍 可以 很可以 大家好开 好搞笑 里面人 我鼠三二一 你就别动别笑了 三二一 你好 里面 你是不是人吗 不是人是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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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 没有看出来是男生吗 是是 是不是看出来男生吗 嗯 这个都不可以 哎呀 阿姨你好会哦 你好会哦 阿姨你真的超会的 太会了太会了太会了 太会了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够了够了 我帮你拍了十几二十张了 大概 这么白我这么黑的 哦这个也可以 还是你 哈哈哈 不可以啊 你掉装啊 好吧 可以啊 太黑了我 我的 我也拍了一个 没有拍到 好漂亮 谢谢 谢谢 哦 这是你们上次说的那个 这是你们上次说的那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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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再一张 好 你认识他的男子 我知道 哈哈 我认识 我认识 很酷 很酷 帅死了 哈哈 哈哈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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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你拍 帮你拍 看这边 谢谢 来吧 我们一起喝饮吧 一起吃 可以给手机给 真的 你有拿吗 我有 化妆化得好哦 谢谢 等一下可以L9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收工了 拜拜 OK 今天的分享就接近尾声了 每一副 每一件 又或者是每一场艺术作品 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创作者用自己的语言 组织 表达 传递 情绪和想法 体现了不同时代 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精神追求 那我觉得美妆也是 不管是生活中的淡妆 还是杂志里面的大妆 又或者是博主们的创意仿妆 艺术彩妆等等 千人千面 蕴含的是对美的一种追求 那这次Planner与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 联名合作的限量礼盒里面 就装有四位各具魅力的人物肖像 希望这四位人物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装面灵感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赢得只有博主们才有的超级豪华礼盒 记得去视频下面的评论区 看一看如何参与哦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